大家好,我是来自Coopage社区的Maintainer徐飞 下面有我跟来自Docloud的Maintainer政策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Coopage社区 大家好,我是Docloud的BNG3团队的技术负责人政策 同时也是Coopage社区的Maintainer 本人长期活跃于各大云烟生开源项目上 目前主要专注于云烟生和BNG3方向 本次分享将介绍Coopage的相关能力以及架构 接着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基于Coopage落地的一些BN场景案例 之后再介绍Coopage最近的一些新功能以及社区的动态 最后是未来的一些规划及展望 为什么要使用BN计算呢 BN计算有以下几个特点 低延迟 海量数据 隐私安全 边缘自制 边缘侧的设备在传统的LT架构下 它需要把自己的产生的消息先发送到云端 云端做出响应之后再返回到边缘端的设备上 这过程它的延迟会比较高 如果我们通过边缘计算 在边缘端部署一套应用来直接处理设备产生的消息 我们就不需要去访问云端 大大降低了它的延迟 另外边缘端接入的设备会不断的产生数据 海量的数据上云成本非常高 如果在本地优先处理数据 做一些数据分析和过滤 可以大大的节省网络带宽 根据行业特性的不同 在边缘端可能涉及到一些隐私数据 它不应该被发送到云端 使用边缘计算的话 可以在边缘侧 直接处理这些敏感的个人隐私数据 或者说业务隐私数据 来保护生产和业务的安全 边缘自制 当边缘端和云端连接断开时 边缘端可以保证在离线的情况下 边缘节点上面的应用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应用因为某些原因出现异常的话 也可以快速地恢复 Cube Edge是一套基于K8S构建的边缘计算平台 基于K8S来构建边缘计算平台 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应用容器化 容器化的应用 它实现了本地与云端的环境完全一致 做到了真正的一次构建 随处运行 升级和回滚的话 只需要切换到对应的镜像版本就可以了 而且K8S还抽象了一套通用的应用定义 在Cube Edge中 它的边缘侧的应用定义和K8S云端使用的是相同的标准 它们可以无缝对接 我们可以通过K8S CRD的方式去扩展K8S上面的能力 Cube Edge就可以就通过这种方式轻松地去扩展了这部分功能 当然基于K8S来构建边缘计算平台 还有一些挑战 边缘节点资源有限 即使只有一个Cube Lite 它的资源都是十分紧张的 更不要说是一套标准的K8S 边缘节点的网络十分不稳定 边缘节点常常处在一个私有网络中 它的带宽有限 延迟也比较高 而且在边缘的场景中 它通常是需要边缘自制的能力的 因为边缘端可能随时都会离线断网 当网络断开的时候呢 边缘端需要保证应用正常稳定的运行 即使边缘节点出现了一些异常 比如说因为过热导致了重启 这个时候边缘节点也需要能够快速的恢复之前在这个节点上运行的一些应用 在边缘侧我们需要支持很多的不同种类的设备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采集温度的话 就需要温度传感器或者温湿度传感器 还有一些像蓝牙设备 图像采集的摄像头 PLC之类的 所以我们边缘端还需要支持一套设备管理 来将这些设备管理起来 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Cuber Edge的主要功能 Cuber Edge兼容K8S原生的API 它可以运行在任何K8S集群中 包括各个厂商的K8S产品 用户在云上自建的K8S集群 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Cuber Edge 基于相同的应用定义 Cuber Edge支持云边无缝的对接 可以在边缘侧轻松的把应用管理起来 边缘自制是Cuber Edge核心的能力 Cuber Edge在边缘端的话 使用的是一个轻量化的容器应用管理服务 它大大减少了资源的开销 Cuber Edge还简化了设备的通信 边缘端的一些其他设备 比如说蓝牙设备 摄像头 它可以通过MQTT的方式 来对接到整个Cuber Edge平台当中 最后在云端也可以通过Cuber Edge来查看所有节点的一些监控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Cuber Edge的整体架构 Cuber Edge的架构分为三个部分 云端 边端 设备端 云端的Cloud Core 它主要是同步K8S的相关资源 像NordPod的这些资源到边缘端的EdgeCore当中 边缘端的EdgeCore接收到了这些资源 会先保存到节点上做持久化 然后根据这些资源去管理相应的应用 以及配置 设备端的话 接入我们是通过一个Mapper层 就是接入各个不同的驱动 比如说蓝牙驱动 我们需要将这种蓝牙的收上来的数据 通过Mapper的方式 把它转换成MQTT 接入到Cube Edge的整体框架当中 Cube Edge是如何部署一个应用到边缘端的呢 首先 当一个Pod被创建的时候 一体CD会推送Pod的创建事件 K8S的Scheduler 它接收到Pod的创建事件之后 根据它内部的一些调度算法 执行调度 并且选择一个合适的边缘节点 绑定到这个Pod上 然后通过API Server来更新Pod的信息 更新完了之后 一体CD会把Pod的更新事件 推送到Cloud Code Cloud Code接收到Pod的更新事件之后 会将Pod的信息发送到Pod的关联的一个边缘节点上 这个节点接收到Pod的信息之后 会先将Pod的信息持久化到这个节点上 即使这个节点异常启动 也可以通过本地存储 快速地将这个Pod恢复 最后再通知HD 就是轻量化的CubeLight 来将这个Pod创建出来 这就是Cuber Edge部署应用到边缘端的整体流程 Cuber Edge的云端部分就是Cloud Code 我们看一下它对接EdgeNode的边缘节点部分 这边有一个Cloud Hub 它是一个Web Socket的服务端 主要负责监听云端的资源变化 并且缓存和发送这些信息到边缘端的Edge Hub中 Edge Controller 它主要是管理边缘节点上关联的一些原数据资源 比如说Node的节点信息 Pod的应用信息 Config Map 配置文件 以及Secret密钥信息 它还需要确保这些信息 能够传递到指定的边缘节点上 而不丢失 Device Controller 这是一个设备管理控制器 它管理边缘节点上所有的设备信息 并且确保设备信息 设备状态在云和边的同步 Sync Controller 它会同步边缘端与云端不一致的资源信息 保持边缘端运行的状态是云端期望的一个状态 Cobra Edge 本身提供了Config Map Secret Hoster Path Downward API 这些Volume 在此基础上 它又集成了容器存储接口 CSI 可以让用户直接使用K8S标准的存储方案 Cobra Edge CSI Driver 是Cobra Edge自带的一个CSI驱动实线 主要负责将存储信息同步到边缘侧 以及调用外部插件来管理存储券 The Mason Webhawk 这是K8S中用来做API扩展交验的一个组件 Cobra Edge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的一个应用的边缘资质 防止在节点离线的时候 应用被K8S调度到其他节点上面 在Cobra Edge的边缘端 也就是Edge Core这一侧 Edge Hub 它是一个Web Socket的客户端 主要负责与云端的Cloud Hub交互 并且将云端同步过来的资源存储下来 报告边缘节点的状态和设备状态的变化 Meta Manager是边缘端的一个原数据存储 它主要做了资源的一个持久化存储 它里面有一个Meta Server模块 Meta Server模块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边缘端的一个轻量的API Server 我们可以通过访问K8S API的方式来访问Meta Server 获取K8S集群中的一些资源 HD 这是Cobra Edge的一个轻量版的容器应用管理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轻量的Cobra Lite 它用来管理Pod的全生命周期 Device Twin 它用来存储所有的设备信息 并且将这些设备的状态同步到云 它还为应用程序 可以通过MQTT的方式来查询 这个节点上的相关设备的信息 Event Bus就是乔接Device Twin和MQTT Broker的一个MQTT Client 当然Cobra Edge当中呢 它还有一个Router的能力 Router的话就是一个消息通道 或者说一个消息路由 就是支持用户可以通过定义Router 来将云端的消息下发到边缘端 或者把边缘端的信息传送到云端 当然目前的话 边缘端Event Bus它只支持MQTT 所以它的出口 边缘端的出口和入口的话 它都是MQTT协议的 云端的话是以REST方式去暴露的API接口 好 下面呢 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社区的其他的一些用户案例 和一些新特性 以及社区的一些更新 还有未来的一些计划 以及我们社区的一些资料 好 大家看到的呢 这个用户case呢 是来自天翼云的 他们主要呢 用CubeEdge来管理 他们的那个CDN节点 大家可以从那个图上看到 他们的整个架构图呢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中心云 第二部分呢 是他们的这个region 第三部分呢 是CDN的节点 他们呢 在就是 它CDN是一个 就是一个分散的架构 他们在每个region呢 布了一个CubeEdge集群 然后这个集群呢 管理了他们 就是这个region 对应的那个CDN节点 对 他们目前呢 在每个region的那个 规模大概就有几千的节点 所以说他们这个是一个 很大规模的一个CDN落地 好 他们呢 然后在一个中心云上呢 又把他们region 去这些集群管理起来 就在上面的我们这个 PaaS Platform里面 做了各种这种管理监控 好 这个呢 是一个 天翼云的一个 大规模落地的案例 好 下面一个呢 是我们一个上汽的 上汽呢 就是我们 他在车里面 使用了CubeEdge 大家可以从 这个架构图里看到 我们的上汽呢 他也是分为云边端 云上呢 就是我们的 云上总控部分 其他的边跟端呢 其实都统一到 他的车里了 然后他在他的这个 汽车里面呢 装了我们CubeEdge的EdgeCore 以及我们的Mapper 然后管理了 他汽车上的 好多传感器 对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实现 从我们这个云上 来管理 就是这个 跑在路上的 这个汽车来 做到里面 进行一些监控 以及一些控制 对 然后呢 这个案例的 那个规模也是很大 然后 我们的车呢 可能有几十万辆车 对 也通过我们的这个 CubeEdge集群 接上来 然后最后 通过中心云 给他纳管起来 然后管控起来 好 他呢 这个项目的几个特点呢 我在右边列出来了 他一个是大规模 再一个呢 就是因为他车里的这个 资源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说他 需要我们这个 轻量化的 这个在边缘上 轻量化的这个架构 好 第三个呢 就是一些 良好的一些扩展性 比如说他 因为几十万辆车 需要多级群 还有一些需要定制的 我们云边 消息通信 以及我们的设备控制 好 最后呢 就是还有一些 像边缘自制 其他的一些 等等特性 然后来支撑 他们这个 大规模的案例 这个也是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好 这个呢 是两个 就是比较 有代表性的案例 好 下面呢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整个 就是这 21年呢 社区的一些 做的一些新特性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 Cloud Code多实例 就是HA 这个多实例呢 也是支撑了我们 这个几个客户的 这个大规模落地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Mapper 这个Framework的 一个更新 这个Mapper的更新呢 也是 更就是便捷 与我们的这个 社区的用户 开发者来开发 他们自定义的 这个Mapper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边缘这个 就是自定义消息呢 支持了这个HTTP的 好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有比较有特点的特性 好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们EdgeMesh呢 整个一个架构呢 升级 首先呢 它是我们的EdgeCon 现在剥离出去呢 是一个独立的库 后面呢 它也支持了这种 跨直网的通信 以及这种 就是边边和云边 这种通信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Device Management Interface 这个呢 是我们提出的一个 在边缘 就是设备 接入的一套标准接口 就是 后续呢 我们会 基于这个标准呢 然后来接入 各种设备 以及 就是兼容各个平台 好 这个呢 就是 就是今年的一些大特性 好 下面呢 就是我 再简单介绍一下 Cubege社区 因为我们是一个 开源社区嘛 我们Cubege社区呢 是在18年开源的 并在 19年3月份呢 成为一个 CNCF的 Sitebox项目 并且呢 在我们呢 就是去年 2020年的9月份呢 成功的 晋升为这个 孵化项目 然后目前呢 我们的像 Star有4.6K 然后Fork呢 是1.3K 下面呢 还有800家的这个 贡献者 以及60家的这个 这个企业合作伙伴 包括呢 我们现在也围绕场景呢 有了一系列的这个 SIG 比如说我们的 SIG AI 还有SILT MEC 还有SIG 这个 SIG就是 机器人 马上也会推出 对 还有我们的这个 Wireless Working Group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到我们的GitHub主研上 来了解一下 下面呢 这个是列了一些 我们的合作伙伴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的合作伙伴呢 也是很多 包括一些像 ARM三星 以及我们国内的 像沃云 联通沃云 像移动电信 运营商 还有我们一些 像浪潮这种企业 还有一些呢 像我们的 华尔云 Docloud 时速云 CoopSphere 这些云厂商 最后呢 就是像我们的这些 新通院 智疆大学 智疆实验室 电子科大 等等的这种科研单位 下面呢 就是 这个是详细列了一下 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的一些SIG SIG呢 像SIG AI SIG MEC 我刚才讲过了 像SIG Dwast IoT SIG那个机器人 还有些子项目呢 比如说我们SIG AI 下面的SATNA子项目 以及我们的Edge Mesh 子项目 大家有兴趣呢 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一个SATNA项目的 一个展开的介绍 SATNA项目呢 就是主要专注于边缘AR 边缘AR 然后边缘AR呢 它里面又会做这个边缘协同的AR 就是 比如说我们一些模型 在语音上训练 然后动态的传到边缘 然后做一些 推理啊 这种 就是边缘协同起来 不像我们传统的 就是语音上训练好 然后再传到边缘 我们这个系统呢 旨在就是实现 自动化的这种 语音缘协同训练 或者推理 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SATNA项目 下面一个呢 就是 这个是我们新成立的SIG 就是机器人的SIG 它呢 主要就是 专注于机器人这一块 用Cubege来控制机器人 目前呢 是刚成立的一个SIG 它主要专注于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技术讨论 机器人的API定义 以及我们的一些架构 一些实现 然后呢 就是给 已有的一些机器人呢 用Cubege呢 做一些云约生的升级 基于我们这个云编 协同的框架 提高它这个 就是 机器人的这个 效率和这个 执行的性能吧 但如果有兴趣呢 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SIG 下面呢 我也列出了 就是我们这个SIG的一个地址 大家可以详细的 去了解一下 我们SIG的详情 好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们 SIG device IoT的 一个最新的进展 就是我们 提出了这个 Device Management Interface 就是简称就是DMI DMI呢 就是它 旨在就是定义 我们边缘设备 接入和管理的 这个标准接口 下面呢 我们可以列出来了 它里面的一些 就是要管理的 比如说像创建 更新 删除我们的设备 以及list 或者是 一些health check 还有这个设备的 一些监控 包括就是我们 设备数据的一些 比如说 传输了 处理了 还有一些 最后设备的 一些就是 控制设备升级了 最后还有我们 DMI本身的一些 这个呢 目前我们仍然 处于这个 讨论设计阶段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也可以加入到 我们社区的这个 立会 或者是 我们社区 其实现在也有 相关的issue 大家可以 就是参考一下 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加入我们 讨论里面来 讲完了 我们目前的一些进展呢 下面呢 就是一个 未来的规划 未来规划呢 我们主要还是 涉及两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技术方面的 还有就是我们社区方面的 然后技术方面呢 比如说我们是一道 边缘的存储 还有我们边缘的安全 还有我们的这个 边缘应用的安全 对安全呢 在我们边缘是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课题 这个我们后面也是会 这次去加强 下面一个呢 就是我们边缘设备的一个 管理 以及兼容性 还有我们的就是 一个应用性 或者用户的一个 比如说 更容易开发这个设备的 一个驱动 对 或DMI 后面我们也是会大力发展 最后一个呢 就是管理我们的这个 边缘的集群 这个也讲了很久 其实有些用户呢 他可能有诉求 在边缘呢 管他的边缘集群 这些呢 就是我们 列了一些工作重点 当然这个不是全部的重点 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根据需求呢 可能很有调整 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就是 需求也可以给我们社区提 衣袖啊 都可以 后面呢 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社区呢 社区者主要就是 建设一些 比如说我们 贡献者这个体验 包括我们更多的这个 贡献者活动 比如一些meetup 还有线下交流 或者线上直播 对 大家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更多的一些 跨社区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